啊 大家好 视频开头一幕 发生在同学聚会上的 老铁曼 就这样式的同学聚会 你们愿不愿意参加 今天视频的主人公 是我们的堂丸 一进门 就被同学瞧不起 大家都以为她 还是曾经的穷女孩 处处刁难 却不知她早已是一家公司的主持人 我们一起来看 精彩继续 你怎么来了呢 这不同学聚会嘛 叫我来我就过来了 行文宝坐着吧 姐嘞上那边坐着去 那位置适合你吗 啊我衣服弄脏了能配得起吗 小凡 你怎么这么对堂丸呢 你朝着你还急眼的 我这么对不对吗 听我的话呀 好晚了 你说你一摔倒都干地震了 听我的话 这么多年同学 你不会连个玩笑都开了 啊 看我笑的 看他们笑的那个样子 一看就是一副欠揍的样子 现在的同学都是这么现实吗 这么势力的妈 如果今天董事长 唐婉是用董事长的身份 参加同学聚会 这是不是又是另一个结局 以前咱们俩也在一起过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问你 你不说我都忘了 你们俩以前是走一半啊 但是今儿呢 人俩是个在搞好细皮秀啊 就是啊老虎 这个是你前女友啊 你说你怎么那么对你呢 哎 你敢变成这个 有他这个前女友啊 这感觉丢人啊 老虎 你怎么变成这样啊 你给我闭嘴吗啊 当初我 我这是瞎了眼 才跟你在一起 老五 大家藏了可没少帮你吧 雨晴 这块没有你的事 这屋能带又带 不能带 赶紧给我滚 就是啊玩吧 你看在座的各位 买的可不比李强啊 都比我强 你确定吗 就是 你们在座的哪一位 比唐宛强 他一个电话 就会让你们失业 但是唐宛现在的身份 大家就认定他就是穷 所以 各种难听的话语说出来 这时 一位唐宛的闺蜜 看不下去了 他打算说出 唐宛的真实身份 但是被制止了 我们接着来看 好事 那是个币啊 啊 这某些人啊 真是没有自己 啊 都没人打理他 还打理他 真超马大 要是我呀 我真大把气 就算他晚上混得不好 你们也不至于瞧不起的呀 有钱都了不起呀 对呀 我们就是有钱人 我们就是瞧不起的 咋的啊 你有话啊 就是 现在我听说 你这混的是一年 不如一年 怎么呢 太羞恥恶 啊 哎 真像我杜哥说的 一年混的不敢一年 哎 你们知道吗 前两年我看见他 还给人羞恥恶 在你们眼里 只有金钱和利益吗 难道这就是你们在社会人立足的道理吗 就算你们冷言冷语的对我 我都无所谓 但是我告诉你们 人都是有起伏的 哎 快去 你们看的这门踩 是咱们能比增掉的吗 唐婉一句话 就会惹得同学们 一顿嘲笑 可能就是因为没钱 没事 唐婉连呼吸都是错的 现在你们就使劲的狂吧 天要让你亡 必先让你狂 你们就等着后悔吧 啊 什么社会啊 出来我听听 来 我告诉你 现在这个社会啊 啊 你没钱没权没地位 谁认你 啊 人格尊严 谁呢 听你说话 放尊重点 哎呦 哎呦 哎呦我这妈呀 好好的 这不就你个谈事了啊 你知不知道 这个车要是有货币 能跑得起你吗 哎呦我的妈呀 你知道这是啥钥匙吗 这下你给我玩了 我告诉你 老五 你这钥匙多少钱呢 我赔给你 哎呦 哎呦 你说这是啥车吗 你都赔得起吧 就算堂碗再没钱 也不能动手打人吧 这样真是太过分了 毕竟你们 也是同学一场 怎么着也要念念旧情啊 老铁慢 你们怎么看的这件事 啊 把你俩卖了 都补不起 你们什么态度 你赔我车钱 唐婉 你要是赔不起 我又付个建议 那不 我今天晚上 你赔我 唐婉 不是你混成这样 是点汉人要帮助你呢 你还不可思议了 我的妈呀 哈哈哈哈 请你们把嘴巴放干净点 唐婉 多少钱我都认出 要不 你晚上 给上来我 哎呀 行了 啊 我不管点乘乱焦 我不管那破事 我那个车 你俩到底是谁 哎 和我 钱 我跟你 我 求你放尊重点 就你这个小鸭 还想和我们唐婉在一起 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 有没有这个实力 就算唐婉是个普通人 也不可能 会和你这种狗眼 看人低的人在一起 唐婉 你是不是有点不识体育 我 啊 我 你手 我把鸭 行了 一个女人叫你们这么欺负 我都看不去了 车捣钱我陪你 钱铁 我告诉你啊 你天气什么后天好 你最传出个前事啊 亭哥 我谢谢你 这件事呢我自己处理 我倒要看看 这么多年的同学知情 他们能拿我怎么样 你还记不记得 唱首的时候 不对我 但是你遇过 哎呀 我的心情 陆赫 你喜欢我是你的事 但是我不喜欢你 感情的事 不可能勉强 汤啊 逗你玩意 谁为啊 当年你拒绝我了 要不然现在 他不跟你 还得一起受穷吗 受穷 如果你知道了 唐婉的真实身份 还会不会这么的猖狂 现在你们有多嚣张 一会你们就会有多么的卑微 我们就等着看吧 好戏在后头 当时唐婉有钱的时候 可没少帮你们 你们现在这么无知呢 哎 停 雨晴 我可没花我的一分钱 小白 你可别这么说 当年你生病的时候 谁给你打钱 不也是唐婉吗 行了雨晴 都是过去的事 不要提了 嘿了雨晴 你要不说呀 我不忘了 唐婉 搞同学的份上 你不认为我那么好吗 来 今天我就报答报答你 哎 我得往来吧 庆祝一样呢 当年 咱们在一起吧 啊 你们俩都太过分了吧 过分 我过分吗 我会让你们后悔的 后悔 哎呀我听话呀 我最后悔的事啊 就是当初 来追过你 好好的一个同学聚会 让这些视力眼的同学 搞得乌烟瘴气 说着这个嚣张胖女子 就要给唐婉 介绍介绍这些同学们身份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这些人都是什么身份 嘿妈呀 你要听听啊 说出来吓死你 自己弄住了啊 来同学们 介绍介绍 来来来 你给我听好了 就咱们聚会的一个场所啊 我开的 看见没有 我呀 是盛世集团 CEO 我就开个小公司 我呀 我是楼上集团总经理 我呀 全国知名银行 大马赛 我呀 什么都不用干 老公有钱 到我了吗 过来 我 咱们是最大的 千德集团 知道吗 分公司 我是总经理 嘿嘿嘿 如果我猜的没错 你们和千德公司 都是有合作的吧 这时肖章男很是猖狂 还大言不惭的说道 你知道的还不少 合同就在他这里 我们接着看 一会就让你知道 谁是最厉害的人 怎么说他也是你前遇 你不应该听错了 怎么的 听着意思你同情的呀 啊 来来来你跟他一起走 一起跟我混 就是 不是 你给这装好好的 啊 行吧 我可都别吵了 我告诉你们了 小婉才是千德集团的董事长 咋的呀 你说啥 他是董事长 我没消息 雨晴你疯了吧你 神经病吗你啊 你是不是在做梦里 你真以为你自己是董事长呢 告诉你们不要瞧不起任何人 就你 你还是董事长 你也不撒头尿 找找你这个特性 我告诉你们 我就是千德公司的董事长 每个人都有一个出色的一面 就你 你连千德集团怎么长 咋的 这是衣服 私人先租的呀 衣服是不是租的 唐婉是不是董事长 一会你就知道 看你们一个个笑的那个嚣张样 等一会 有你们好果子吃 行了老五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你还给我闭嘴吗 啊 我知道你上去的时候跟他好 啊 但是现在 不是念图约情的时候了 老五 你什么你啊 想不想跟我们合作了 哎 怎么呢 来来来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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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里屋里 啊 想不想跟我们合作 想不想 这么 老铁曼 你们说他会不会为了这个合作 而去动手打糖碗呢 不用想 他会这么做的 我们接着来看 这我眼睛 天平真动手了 你以为你打了我 这个项目你就能弹起来吗 想什么呢 还有一项 对不起老弟 毕竟他们现在比你强 好 我以为你跟他们不一样 你太让我失望了 对不起 你老弟是牵着这种东西 灭爬 我以为你 接他们 好 打得好 这个项目 就是你的了 好吧 航丸你知道 大家为什么都瞧不起你吗 接下来 这个嚣张男说出来了原因 但是就算他不说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因为你没有钱 没有权 你帮不到我 等会 他没有我有 啊 他吗 怎么来 我呢 这有十万块钱 啊 来 从这抓回去 这十万块钱 倒是你的了 哈哈哈哈 老鼓 在你需要我帮助的时候 我帮不过你 你现在就这么对我 就是老鼓 这事大家可都知道 我 什么事 我 老鼓 你有什么事冲我来 不是雨晴 我就不明白了 你总帮他说话干啥呀 就他这样使的 给我贴鞋都不配 哎呦 哎呦 我那谈话啊 你要不想钻也行 这么带 给你个机会 行 你说吧 我看你能有什么花样 这么来 把我这个鞋呀 擦干掉 我给你这个鞋 我再给你贴十万 哎呦喂 真是太恶心了 都是同学一场 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老铁们 如果谁给你那么多的钱 让你把他鞋擦干净 你们会不会放下尊严 而去拿这个钱呢 韩婉呢 便宜你啊 就是啊 这穷人 这算便宜你呢 你们竟然是太过分了 我告诉你们 他真的是欠德集团的董事长 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行了雨晴 他们已经不是以前的同学了 既然他们小孩 我就要看看 他们能耍出什么样的花样 穷人呐 永远都是穷人 是你呀 一辈子都起不来 脸都拉不下来 哎 老我 那你看平哥的事 我把事的 咱俩的事 考虑考虑 哎 各位们都来了 不好意思啊 来晚了来晚了来晚了 哎呀 我老弟来了 哎呀 哎 老弟来了 你看 我的项目啊 哎呀 那项目都小事 抱我真啊 啊 老弟啊 那太好了 谢谢谢谢 谢谢啊 谢谢 老弟都来了 他那盒子完事了 你给我那签得了呗 签签签 你们放心 等一会都给你们签上 别着急 唐宝一亮出身份 都让你们倾家荡产 到时你们跪地求饶都没用 哎呀 那没事 既然我哥都说了 学会啊 到公司 请 哎呀 那行啊 那个就这么呢 就这么高兴 大家回来喝酒 来来来喝酒来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哎 哎呦 他人心 啊 王宝啊 正这样还跟我老弟喝酒呢 你配吗 对 我哥说的一点毛没有 这人呢 他可有高低贵贱之分 那可不一定 我是怎么的 你是不服啊 啊 我 签德公司分公司一把手 你怎么的啊 就你穿这个熊样这事的 我家狗都不穿 咋的啊 现在你家狗都穿衣服了 就你这样的人还跟我家狗比啊 啊 今天呢 我看我真的给你点照片了 是不是 啊 你们竟然谁都敢打唐婉 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就因为唐婉没钱 没事 所以你们这些人都看不起他 这样的同学聚会 还参加干什么 狗障人士的东西 我操 你还敢吗 你们还是人吗 我操 你们两个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 浩辰 人若辉光莫忘本 树高万丈莫忘根 好 你还怎么跟我门这人死了 让你念 唐婉 唐婉 没事吧 你们太过分了吧 你们真是太过分了 现在就让你们后悔 唐婉一个电话 把你们一个个的全都开除 喂 王秘书 怎么的啊 给我哥开除啊 不是等会 你怎么给我也开除了呢 哎 喂 我本想处处与你们相见 没想到你们的电话太大了 还记得我收工 会让你们后悔的吗 对董事长 千万不能放过他 放心吧 我处理 哎 唐婉 唐婉 董事长 求你 别开除我 我们想到想就只是只是工作伙子的 我求你别开除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想要机会 你没有机会了 但是我可以送你样东西 什么东西 我送你一匹千里马 马不停蹄的 给我滚 送的好 这个礼物送的好 赶紧的马不停蹄的滚吧 还想在这里求的原谅吗 你的好日子彻底到头了 你少爷 找我一天 求的女人 陆哥 就你的人品 跟我谈感情 我告诉你 你不配 哎呀 董导 董导这事的 你不原谅 他们行了 开除我哥都行了 我给公司这么多年 我真是没有功劳 有功劳 董导你别开除我了 董导 董导求你了 浩辰 就你的人品 我的公司 不需要你这样的助手 小瓦 那个那个是我错了 对不起 你看着咱们十年 通船人费了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咱们上学的时候 可是闺蜜啊 小班 现在跟我谈同学 你行了 咱俩是闺蜜吗 我告诉你 闺蜜处好的 是小时代 出不好了 就是真还转 对了 还很恐怕 收购你公司的事情 我将马上提倡日程 晚妈 求求你了 别收购我公司了 都是我说话 不好听 我说话太突如了 求求你了 原谅我吧 好吗 机会 你跟他们一样 我告诉你 你没有机会了 看着这一群老同学啊 唐婉星涵啊 同学的友情 是最美好的 但是在这一刻 却彻底变了味 天明啊 你过来 今天你打我呢 我不怪你 我知道你公司要倒许了 行了 明天你去分公司 顶替浩蜜的位置 分公司 交给你把理了 今天的同学就会了 通事着金钱 攀理 利益 这样的公司 一会啊 不参加也罢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一山更比一山高 切莫狗眼看人低